大家好,今天由我来在楼梯上无人超市的一些东西 这是BBT由我、王瑜和王增一同学同备的 今天我要讲的几个点是无人超市的优点与缺点 人工智能跟无人超市的关系 无人超市对人类的影响 未来的无人超市和为什么一些无人超市做的不成功 最后也会放下我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无人超市的优点 我们不说那些普通的优点 什么方便啊什么纸 然后叫什么富广方式 我们出去写专业一点 比如说无人超市的优点就在于哪里 无人这个两个字 最容易吸引人类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用名字 比如说牛奶可乐精进学 我们一听到这个名字就会想 这本书里面到底讲的是关于牛奶是关于可乐 用这个名字来吸引了我们 我觉得他们无人超市的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无人 没有人给你服务 然后我们百分之九十周的人 肯定会去一趟无人超市 可能不是为了买东西 就为了体验一下自己服务自己买自己付款 这种一个体验 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个两个字 对不对 那缺点 缺点有 我想的一些有三个 一个是富广方式 一个是产品上没有价格 第三个是贵 富广方式 因为现在我们正在用这些富广方式 那我们要无人超市 expectation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他们给我的一个微信和支付款 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这本来说已经很普通了 第二个 产品上没有价格 本来好好的无人超市可以省我们的时间 平常变成了在浪费我们的时间 那么有一些无人超市做的很成功 我们还要排队 那排队我们只是为了知道价格也不一定要买 那我们拿着产品去了排队 然后又看价格 然后又不买 不尴尬呀 第三个 贵 我们那天去了那个超市里面有很多东西 比普通超市里面贵 那么现在很多人就会说 他说一听 那个无人超市有自己的一些费用 那么老板要提高一点价格来 来满足那些费用 那么我觉得老板可以用活动的方式 给我们一些费语 给我们一些打折 对不对 那我们也不会觉得很贵 也不会觉得很便宜 然后说完了优点与缺点 现在来说说 人工智能跟无人市场的关系 最难以关系什么就是没有浮云 第二个什么第二个就是 就是打负框吗 就是打什么扫码负框 还有刷脸进去 这个刷脸的话 我自己不太喜欢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怎么喜欢这个刷脸 我等一下会说另外一个有可能性的特点 现在一个人可以 开十家店 用什么用 这样子的话 那天说我已经提带了 那么现在的话一个人开十家店的话 那么提带了25个人 因为这里面还有服务员还有楼房 每一个人可以开十家店的话 已经提带了很多东西 最大的关系就是这个三点 没有服务员 刷脸进去 然后呢 是一个人可以开十家店 下一个 无论市场对人类的影响 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减少了工作的机会 对我们来说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学生我们要去码 对我们来说没有问题 但对那些在普通超市工作的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他们为什么会减少自己工作的机会呢 那这个我在个人想法的时候 我不跟你讲 跟你们分享 下一个 未来的温柔车 这是我自己想的 和你们的观点不同 我理解 但只是我自己想的 第一 变得更方便 现在我觉得温柔车 并不是完全完全的方便 第二 温柔车跟普通的区别 现在我觉得跟普通超市 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就没有服务 其他那些扫码那些都已经一样 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知道用那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 应该要改变这些东西 提到 第三 变得更容易 现在我们一进去 我们就可以看到 十多个CTV在盯着我们 在盯着我们的动作 我们会感到很复杂 也要很小心 但之后的话我就非常非常想 他们会变得更容易 我们要感觉到一些 那种单行的那种感觉 第四 会改变我们的生活 那么 无论超市 它本来就要给我们带来方便 现在方便并不是很多 其实不是很明 非常非常多的方便 只有没有服务的解决 但以后的话 我想他们会变得更方便 而且方便同时也会改变我们的生活 好 那么为什么很多无论超市 做的不成功 其实我们人类有一个特点 我们很喜欢看一些新的东西 看到了就喜欢上完 然后呢 无论超市 很多东西里面都是很普通的 跟其他没有什么特点 没有什么变化 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马云他做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 他在广州开了一个 他在韩州开了一个无论超市 叫做好保护员店 好可以 我觉得他这个无论超市 完全跟人工智能 完全跟互联网有关的 他直接告诉我们的 互联网有多厉害 人工智能有多厉害 我先告诉你们一下 他那个里面是什么样的 你进去也不要刷脸 只要打开你的支付宝 扫码进去 他扫码的过程中 他会连接到你的淘导的 淘导的 淘导那个APP上 那个用户上 然后你进去 你自己要买东西 然后有必要去排队嘛 你去排队嘛 不用换一下时间 他们有两道门 你要超过他那个两道门 他们就会自动扣 因为那个两道门 有scanner 那么很多人就会说 如果我们脱东西的话 抢东西的话 可以做吗 那么各位 你们想到的 买一就少不到吧 所以呢 还有媒体 测验会 已经看到了这些问题 你一扫那边 他们会扫你完全的身体 所以他们会看到 哪些东西买了 而且不用拿起手机 直接从你的住宝会自动扣 那我觉得这个已经带了很多方便 这个已经告诉我们了 物联网有多厉害 这里告诉我们呢 人工程有多厉害 而且同学告诉我们呢 无论超市跟普通超市是不一样的 但很多都做不到 我们的父皇码没改变 我们的父皇方式没改变 但他说那个就很成功 就是因为他做的完全不一样 好 那么自己的看法 我那天在教室里面说了 2022年的2025年 人工程度会提到人来 其实我这句话 我回溯了宿舍之后 这么一天到晚 没有睡 我一直在想 我一直在想 因为这个对我 对我也有坏处了 然后我也在想 我要说服自己 我要改变我这个想法 为什么会提到人类 一直在想这个三个问题 为什么人工程度会出现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影响给我们 其实有很多影响 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 在那方面去想 慢慢的有很大的影响 答案 我觉得很简单 因为我们人类做的不好 我这么一说 你们会觉得他摔出来不太对了 你们去想一想 为什么人工智能会出现 就是因为给我们带来方便 为什么带来方便 因为普通超市 没给我们带来方便 所以他们出现了 他们的方便还不够 还满足我们的要求 所以就出现了我的超市 对不对 那么人工智能 它是一个机器 它要来替代我们 那么之后会不会替代 要看我们做的怎么样 其实我们都知道 人工智能只是一个 对不对 那么它之后提不替代我们 我们就如果替代了 就非常非常的很奇怪 因为我们是一个机器 来替代我们了 我的话我都受不了 因为我怎么了 他为什么要替代我 我就做不好吗 那如果我们做好的话 我们带来那些人们要的 那些什么要求的话 你满足那些要求的话 那干嘛要 自己人工智能出去 根本就不会出现 他的目的就是要带来方便 同时再替代我们 我之后不知道会不会 替代那些医生 那些职业 但是他已经替代了 超出这个 因为超出这个部分 做的我绝对觉得 那些普通销唇做的一定不是很好 你一进去之后 说话态度就不一样 说话态度就不一样 付款的方式 你付款了之后 你付完了 你要到财务都付好了 他的回复就不一样 都是我们自己的错 如果我们不可能会说 无论人工智能是错的 他是完全对的 他是跟互联网走的 我们也跟互联网走 但同时我们还要把整法 要满足他们的需求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点 我说了很多关于人工智能 其实我自己觉得 人工智能就是一个机器 他那些在美国那些人还在研究 这个会不会对人类带来危险 而且一个学者他说了 这个会有一定的危险 那么有怎么样的危险 但是那个我没去清除去查 但是也有危险的 因为没有感情方面那些东西的话 会有一些矛盾 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在提到 还有一个文主人说 他说我觉得无论超市并不好 我没问为什么 我只是在说我自己的想法 无论超市是非常好的 我也同意无论超市非常好的 但是为什么就是 就是一些无论超市 这么多无论超市做的不糊 这不是我们的问题 这也不是普通超市的问题 这个是时间那么多 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些普通超市 那个普通超市再也不好 我们也不会去放弃它 因为从小到大 我们一直听说什么 普通超市 第一时间对我们改变的话很难 那么人工智能要的是什么 就是第一时间改变 我们很多人做不到 所以他们就不活 我刚刚说了 百分之九十个人会去一趟 无论超市 不是为了买东西 就为了看一下 你看一下它会产生一个影响力 那么看了之后 他还是觉得普通超市好 为什么 因为他做的再好的一趟 人类也会觉得很复杂 这个不是说他们做的 包括他们做的真的很复杂 这个我们脑海里面都是普通超市 一下转变到无论超市 是非常非常多 需要很长时间 所以很多研究者他们说 人工智能出现 会在二三十多年之后 就是因为这个太阳把人类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去变 变到这个互联网这个路上 所以要需要一点时间 那么这次的演讲人就到这儿